2014年,台灣跑手張家哲 在丹麥勢錦賽跑斷小腿後機基建 一度令人以為他已經是難創高峰 甚至要退役 但四年後,號稱真男人的他 跑出兩個12-20馬拉松 亦透過自轉和世界傳達一個訊息 只要擁有跑者魂 沒甚麼是不可能的 張家哲,35歲 我們決定遠征森林跑站 訪問真男人之道 一開始由來我那時候休學訓練 然後我就覺得我犧牲好大 我犧牲了我的學業然後來訓練 那時候發生說裡面有更多的 還有家庭犧牲更多 然後他可能每天晚上就只能對著視訊 跟老婆聊天 就突然覺得自己好渺小 原來我犧牲課業學業不算什麼 人家是犧牲家庭跟老婆相距的時間來到這裡 然後那時候我才說哇你真的是真男人 那時候我們就大家就叫來叫去 最後我有想過犧牲這個問題 因為犧牲跟付出是不一樣的觀念 我會覺得我做的這一切是付出 而不是犧牲 犧牲是你不願意 但是你又非做不可 就是犧牲 例如說軍人犧牲的生命保衛國家 但是他為了要保衛國家 為了要保衛他的家園 所以他去打造 他去防衛 但是他這個過程中他死亡了 真的要犧牲 我覺得不是 因為跑步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付出了時間 付出了金錢 然後付出了跟朋友的聚餐 付出了約會 或付出了玩樂 但是我覺得這些是付出 因為這件事情是我想做的 我想做的事情就不叫做犧牲 就叫做付出 訪問張家哲 發現他對很多觀念都有他自己獨特的想法 就好像推廣跑步文化 他調製出一系列 張家哲真男人飲料 他認為文青可以有咖啡 跑友為何不可以有自己的聚腳點 喝自己喜歡飲的東西 看著他的著作 會發現跑步的世界其實可以很豐富 跑步人生應該先求睡再求快 台北的森林跑站 然後他的位置就在我們大安森林公園的旁邊 那首先進來大家看到說 這裡有一個租鞋子的地方 你可以租跑鞋 如果你今天臨時來工作 你沒有戴你的運動手錶 你也可以來租借手錶 你可以繼續持續你的訓練 然後做紀錄 在這裡你可以泡腳 然後在運動後你可以做一個恢復 當然還有一些冰敷袋 或是你有腳疼痛的時候 有些冰敷袋可以使用 這是恢復室 那這裡你可以去安排 你可以去預約運動按摩的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做運動按摩